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在23号的时候传出内科病房 有6名的护理师还有7名的病患 总共13个人是群聚感染了A型流感 那么很不幸的是在23号的晚间 传出有一名51岁的病患是因此病逝了 那么对此院方也在今天上午做出了最新说明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住院之后我们在积极治疗下 他的肺部的静寸情形一直就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转家务病房积极治疗之后 对抗流感的药物的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在1月23号晚间死亡 他有打流感疫苗吗 我们问病人他是没有打流感的疫苗 慢性病史也没有 好那么这名51岁的病患是在1月12号的时候 先到医院的急诊室 那么1月15号的时候是转到了家务病房 因为肺炎的关系 那么很不幸的最后因为肺炎病发呼吸 肿破症的关系是到1月23号的时候 在晚间过世了 那么现在根据院方的统计 总共7位的病患 现在有剩下3个病人还在医院里面 进行后续的观察 那么有一位过世 那么剩下3名病患是已经康复出院了 那么护理人员6位 有一位已经退烧的情况 所以有回来上班 那么另外5位目前都还在家里面休息 那么院方也针对70名的病患的接触者 进行投药 并且采取隔离 那么群聚感染病患 这个病房也是指出不进的 采取这样子的隔离方式 希望这个疫情不要再持续扩大